歡迎各位又全面進場 話說CNN今天刊登了一篇都幾令人詫異的評論文章 這篇文章的內容就是力撐特朗普連任 大家都知道 CNN的立場向來都是傾向支持民主黨和拜登 如今特別允許這篇文章的刊登 可能就是連他們都聞到震除 就是特朗普和拜登在搖擺州的支持度 真是不相伯仲叮噹碼頭 於是他們就開始兩邊壓住 在講下去之前首先要呼籲各位有 記得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謝謝大家的支持 究竟這篇評論文章是由哪一個撰寫的呢 原來這個作者叫做尖靈絲 曾經擔任前總統布殊的特別助理 以及共和黨籍參議員麥康內爾的競選顧問 他就從多方面來向選民解釋 為什麼應該支持特朗普連任 而他這幾個因素 其實都是針對勝地向某一些選民群體 進行動員 他首先大打經濟派 說特朗普已經簽署了減稅法案 為絕大多數的企業和納稅人 減輕了付稅的負擔 他提出這個減稅政策 明顯地就是衝著拜登而來 因為這條拜登竟然間 在目前美國經濟下行的情況下 在大家都想緊縮開支的情況下 還要來增加稅率 這樣的話 只會使美國的內部需求持續疲弱 從而會減慢了美國經濟復甦的步伐 現在這位尖靈絲強調減稅政策 其實也是要換成選民的一種感覺 什麼感覺呢 就是目前他們的生活水平 比起四年之前是有所改善的 如果你想這個生活水平持續得到改善的話 就應該投特朗普 而不是投拜登 我相信他這一招 對於那些中間游離選民來說 是會照顧的 好了他第二招 就是炫耀美國的軍事實力 他就說 特朗普就是專注於投資在美軍身上 從而提高了美軍的實力 也是使得美國的敵人知道 美國絕對是有能力完成軍事任務 比如說這個伊斯蘭國的前領導人 以及伊朗的前將軍 都遭到了這個無人機的殲滅 就是很好的例子 我相信他這一番的說法 就是想動員那群美國的愛國分子 和鷹派分子出來投票 至於第三招就是什麼呢 他就強調特朗普是反對墮胎的 而且他還舉例 說特朗普在今年 就參加了一個叫做為我們的生命遊行的活動 也是至今為止 美國第一位現任總統 參加這個活動 他就說 白宮從來沒有一個總統 比特朗普更加是捍衛 那些未出生的孩子 其實他說這一番的說話 又是有一個很清晰的目標群體 就是想吹谷那些 保守派基督徒出來投票 所以其實我覺得 他這篇文章都寫得很好的 他每出一招 都總有一班特定的選民 他是要動員出來的 好了 最後一件事就是什麼呢 他其實就是幫特朗普兜底 在處理武肺疫情方面 特朗普可能在延遲上偶有失誤 但是美國人 應該很快就會得到疫苗的接種 這個很大程度上 就要歸功於特朗普在抗疫行動當中的領導 他這番的說法就是給了選民一個希望 就是說美國很快就會出現疫苗 同時 同時也是就著特朗普 有時候說話說大了 就幫他兜底 因為事實上 在很多不同機構的民意調查當中 都顯示美國民眾 認為特朗普在抗疫政策上 是有改善的空間 是有不足之處的 所以這位詹靈斯 難怪他是做到 麥康內爾的競選顧問 事實上來到總統大選的最後關頭 他選了這幾項的因素 幫特朗普吹曲選票 我認為是有效的 而且來到最後關頭 大家所想的東西 無非就是自己的生活質素 或者是自己的宗教信仰等等 他這篇文章是寫得很到位的 如果他再寫一些 不著邊際的東西 就很難動員得到選民出來 而截至昨天為止 就已經有超過9000萬個美國選民 是已經通過郵寄投票 或者是提前投票的形式 已經投了票 這個數字就已經是2016年大選 1.38億這個數字的六成半有多 所以一般的分析都預期 今屆美國總統大選 無論在投票率 或是投票人數方面 都會創下了美國選舉史上的新高 這個我也都絕對相信 而且 有些分析就說 一般來說 投票率高就對民主黨有利 反而我認為這次的選舉就未必了 投票率越高可能是對於特朗普越有利都未定 因為 在提前投票或者在郵寄投票當中 民主黨的支持者 就是佔了多數 共和黨就佔了少數 但是一般的預測都認為 到了11月3日 真正投票的一天 共和黨的支持者 和特朗普的 核心粉絲 就會前赴後繼 就這樣湧出來投票 如果特朗普真是能夠 組織動員得到 他那些 帶黑粉絲 在那天出來 灌票給他 絕對有機會 在所有的搖擺州都翻盤 所以 今屆未必說 投票率高就對民主黨有利 這個是以往的 歷史紀錄 今屆可能是會改寫和逆轉 因為 你照計來說 沒有理由共和黨和特朗普的粉絲 只有那麼少數 只是看看特朗普去到各州 搞的造勢大會當中 每次都是萬人空巷 每次都有幾十公里長的車龍 而且現場的氣氛 也是熱情澎湃 反之拜登的造勢活動 多數都是靜英英泊烏鷹 在強烈的落差和對比下 我不相信特朗普的支持者 少得那麼膠關 很大機會 就是蓄勢待發 真是流到11月3日才出來 然後我們轉過去看看 英國的每日郵報 他們又爆出了亨特首提電腦上的秘密 這次又包括了什麼東西 其實這些材料也反映得到 這個亨特 在網絡和電腦保安的意識 是做得非常之差 首先這次他們所解密的資料 就包括了 這個亨特的老爸拜登的個人手機電話號碼 以及就是拜登的三個私人電子郵件地址 以及 就是 這個亨特自己所請的特工的姓名資料 連這些那麼機密的東西都很輕易被人破解得到 為什麼呢 因為他所採用的那個密碼 就叫做 Hunter02 Hunter就是他的名字 你改了一些那麼簡單的密碼作為保護 很容易被人破解 另外還包括了什麼資料呢 就是前總統克林頓和他老婆 這個前國務卿希拉里 以及就是前總統奧巴馬內閣 幾乎所有成員的手機號碼 都存在這個 手提電腦裏 第三樣被解密的資料是什麼呢 就是包含了超過1500人的個人資料數據庫 包括了有些女演員的資料 這個前總統候選人克里的資料 以及就是 前聯邦調查局局長弗里斯的資料 就被他 全部傳在手提電腦裏 第四樣東西就包括了亨特的一些個人文件 比如說他的護照 駕駛執照 信用卡和銀行的帳單 最後一件事就牽涉到亨特的一些敏感東西 就是他 關於在毒品和性上印問題方面的訊息 比如說他在一個 實時錄像的色情網站上面 花了超過兩萬一千美元 以及就是他在 從事性行為 以及是吸食可卡因的一些 自拍照 這些資料當然就是證實了 亨特在他的個人生活是極不檢點 同時也是引證了一件事 根本上 這些資料的真確性 是非常難以否認的 如果 如果這次每日郵報 他們登了這些資料出來的時候 你亨特 拜登認為這些東西是假的 你就很應該出來澄清 這些相片不是你 這些相片是移花節目 是被人偽造的 你應該本人出來說 就不是由拜登的一些支持者走出來 就猛地說 關於亨特 關於拜登家族的那些黑材料 就是沒有任何確實證據的 難度這些不是證據嗎 這些照片其實很難去造假的 包括了尤其是你吸毒 或者是一些 性行為的自拍 這些是沒有得假的 是很難假的 如果是假的時候 你很應該出來 告訴媒體 告訴公眾 這些東西是留的 但是你本人就選擇了 粒水和歸宿 其實就是默認了這些照片是真的 這些資料 就算是他老爸拜登 都不敢出來否認他的真確性 至於說這些資料 若然是落入了在一些敵對國家手上的時候 那你整個家族就很容易是會被操控 甚至乎是被勒索 就會聽從於這些敵對國家的指令 這就是 最令人憂心的地方 究竟 在公眾得知你這些資料之前 有沒有其他一些國家已經是獲取到相關的訊息 如果是有的時候是相當危險的 這個完全就是會對於美國的國家安全 造成了很大的危機 當然現在就已經在媒體上曝光了 希望美國的選民 也都會在投票上作出一個明智的抉擇 好了這一節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 拜拜